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传布条载质而成的背心 洗衣粉和做成的小鼓 饭池拿来充当打鼓棒 这是台南市银铜社区的哭手乐团 团圆皆为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 穿上用回收舞载质而成的表演服装 搭配上不整齐但火力失助的舞步 这就是哭手乐团的最大魅力 年纪都比较大了 大家不说跳我做金贼 可是就是很好玩 对阿公阿嬷们来说 年纪大了 身边留下的人变少了 渐渐的便会感到孤单 但因为这些社区活动 让他们能够在表演中找到自信 在导览中与人接触 更透过乐团 导览队 各类活动 认识了更多社区内的人 彼此相互照顾 建立起温暖情依 当时我先生过往后的事 我当时想要自己在导览中 我儿子就把我导览中 我没有了 我女儿子也在导览中 我没有了 我自己导览中 我自己在导览中 可以导览中的大小导览中 我们家人家在导览中 出了这样寻览 不然我感觉很理性 就觉得很有趣 不论是魅力十足的枯手乐团 或是火力四射的七仙女导览队 都让阿公阿嬷们 找回了重浅的快乐 互相建立起的情谊 这是影桶里最美的风景 莫草星慈善基金会借进英国考察 训练皆有成为导览员 借助他们独特的街头生活经验 向民众介绍不同角度的台北 参与的民众觉得感受很特别 万华区有一群无家者 在芒草新慈善协会的帮助下 当起了在地导览员 让民众跟着他们一起街游蒙甲 传授属于他们的街头生存指导 我们这个题目的名称叫做 Felenta 100 街游比较厉害 比较清楚 比如说14年免费供应餐子 我哪里有衣服可以保抹 有街游来导览 发现城市的背后的另外的一面 有别于一般导览 无家者规划的街游路线 都是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 而随着他们口中说出的故事 也让民众缓缓进入他们的人生 之前没什么机会接触无家者 我们印象是觉得 你就比较有身杖有味道 对一些方面的了解 全部其实也蛮有 然后也愿意跟我们分享 其实今天参加完 就是可以发现这整个街区 就是街游在这边生活 比较了解他们生活的 就是是怎么过生活 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而无家者虽然能靠着导览 获得收入 却不是每一位无家者 都能升任这份 需要面对过去的困难工作 每一个街头流浪的背影 都有太多的故事 希望透过街游 让民众用另一个角度了解他们 并带来更多善意 让无家者在回家的路上 走得更加顺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